告诉我你的姓 我就能知道你是哪里人 不准不要钱 今天我们聊聊中国的姓氏 只要告诉我你姓什么 我就知道你是哪里人 不准不收钱 我们从百家姓说起好了 赵钱孙礼 周吴正王 赵姓 赵姓是百家姓的排名第一 赵姓人口不算最多 二千多万 排名第八 那为什么百家姓里排第一呢 这当然是因为百家姓是宋朝时候编的 宋朝的皇帝姓赵 那当然要排皇帝排最前面吧 不照顾皇帝的情感是不行的 像唐朝排高门大姓 李姓竟然不是第一 而以崔氏为第一 李氏民的生气 直接让崔氏降级为第三的 而赵姓人的分布区域主要的河南 四川以及山东 这三个地方占了赵姓的百分之四十 但不管是河南人 还是四川人 或者是山东人 赵家人归根到底是山西人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赵家人的祖先叫赵父 原本是赢姓 是一位老司机 给周穆王开车的 周穆王到昆仑跟西王母约会 开车的就是赵父 因为会开车 周王分了他一个城 这个城就叫赵城 在山西的弘彤 从此 这一族人就姓赵 那天下所有的赵姓人 基本都是这一脉的 那山西弘彤 当然就是赵姓人的祖籍之地了 再看钱姓 钱这个姓就更少了 为什么排第二呢 因为百家姓的编着这姓钱 就是这么任性 谁掌握了笔杆子 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钱是在唐以前名人不多 到了五代十国 在五月这一带 有一个叫钱留的人 建了一个五月国 因为他采取修兵养兮的法子 不出去争霸 宋朝起来后 五月国又主动归降了 所以在这里生活的百姓 算是走运了 五月一带对这个钱王很是尊重 到了近代 钱留千年耕读传家 终于迎来了大爆发 出现了一位诺贝尔家 两位外交家 三位科学家 四位国学大师 五名全国政协副助席 还有十八位两院院士 钱中书 钱玄同 钱三强 钱木等等 都是各个领域的大牛 浙江有说法 当地人不会跟姓钱都过不去 嘿 不止浙江 我们也不跟钱过不去的 那钱姓主要分布在江苏 浙江 安徽 三个省占了一半 其中江苏有全国百分之二十四的钱姓人 而钱氏的师祖叫尖坑 分封在彭城 也就是传说中的彭祖 这一脉有分之一到了附近的夏批 是管钱梁的 专须地曾孙 路中生彭祖 彭祖以孙福 周钱福上市 因光命市 所以 这一脉就以钱为日了 这样看来 钱跟彭都是一家人 所以钱彭不通婚 而彭氏的祖籍在彭城 也就是徐州 而钱氏的祖籍 应该就在刘备战斗过的夏批 也就是江苏省虽宁写 所以说 姓钱的都是江苏虽宁人 这个没毛病 孙排第三 孙姓为什么能判第三呢 据说是沾了姓钱的光 因为吴越国王前书的正非姓孙 钱氏在吴越一代声望高 孙氏也在吴越一代有势力 而百家姓寡门说了 是在吴越这一代边的 那自然要照顾姓孙的 孙姓现在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 其次就是东北地区 东北又多是山东移过去的 可见 孙姓最大的祖籍应该在山东 那是不是这样的呢 孙姓最主要的源头来自魏国 魏国的国君魏武功 有一个儿子叫惠孙 惠孙有个孙子叫武仲义 他就以爷爷的名字孙魏姓 那魏国到了这时 基本已经是小国了 地盘也就在河南濮阳市 当然孙氏还有一些源头 但说孙姓人是河南人 基本不会差太远 而孙姓名人可以说连绵不断 从孙权到孙中山 再不复 我们还有孙悟空呢 再说李姓 中国姓是大哥 有近一人口 大部分分布在河南四川山东 河南就有十分之一的李姓人 那李姓发源于哪呢 一是起源于东一族首领高桃 当时是问的大理官 主管刑法 李根李湘通 是位李氏 高桃自己 有的说是山西洪桐人 就跟赵家人是一样的 这样算 有一亿多的人口 都来自山西江桐这个地方 大家还知道 山西洪桐在明朝时曾经大移民 山东河北很多地方都是洪桐村移过去的 那这个地方就牛蛙 算起来 从洪桐走出来的人后代可能有数亿 当然 还有说高桃是山东须夫人 但高桃自己的封地在安徽路安 那李姓祖籍之一 当时安徽路安 这是前四大姓的来源 回头我们再聊诸吴郑王是哪里人